轰动全国的流碟广场手机盗窃案 今天终于有了判决 推示诺阿米娜今天基于辩方 无法成功挑起遗殿 再加上被告品行不良 涉及多起案件 无法给予较轻刑罚 因此宣判被告杀鲁安努亚偷窃罪名成立 必须服刑四个月 同时缴付1000令吉罚款 流碟广场手机盗窃案终于结案 尽管被告杀鲁安努亚辩护律师尝试 以贫穷压力为由 要求推示轻判被告手刑或缓刑 不过主控官驳斥被告是成年人 必须对自身行为负责 不赞成推示动用裁量权 推示聆听双方陈词后 裁定被告无法提出有利疑点 再加上必须向犯罪者发出警告讯息 因此裁决偷窃罪名成立 坐牢四个月 外加罚款1000令吉 尽管如此 被告已经申请暂缓执行令 无需立刻服刑 镜头转到槟城高等法庭 法官诺丁哈山裁定 涉嫌在五年前杀害另一名友人的两名印义好友谋杀罪名成立 两人双双判处绞刑 控状指出34岁的威兰威尔拉和25岁的沙西塔兰 2011年6月4号在北赖一家餐馆乱刀砍死29岁的朋友威加德兰 抵触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另一宗由法官诺丁哈山成审的案件还包括三年前轰动全国大大山脚丈夫烧妻案 法官裁定被告张元发谋杀罪名成立必须送上脚刑台 不过被告不服判决将会上诉 控状指出42岁的张元发在2013年6月24号下午4点在大山脚住家 向妻子黎秀凤泼汽油后纵火 被告将七成身体烧伤的妻子送院救治后畏罪潜逃 妻子挣扎39天后撒手人寰 警方在事隔八个月后逮捕被告 并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提控被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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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